大家好,今天全球当一无二的最大新闻就是日本首相安倍,前首相安倍遇刺身亡这件事 本来昨天英国首相约翰逊被逼辞职这事还没有发酵完 还有很多新的内容在等待着出现,谁来接替他等等 欧洲的局势特别是和乌克兰相关的这块会不会有什么转机 因为英国在欧洲起了一个巨大的作用 特别是对乌克兰的资源上 但是今天中午,我们知道是中午时间 突然爆出的安倍被刺 当时被刺之后,生死为普 他其实是送到医院之后并不是说就去世了 还在医院抢救了一段时间 那个时候主流新闻的页面都没有宣布安倍 只是他的病情,他的状况非常凶险 但是他并没有说已经去世了 当然了,没过多久,日本传来的消息就是安倍去世了 这个新闻其实非常的让人震惊 其实安倍是一个极为关键的 在东亚,甚至在目前的全球局势当中非常关键的任务 虽然他已经不再是日本的首相了 但是他仍然是日本政治 甚至于整个东亚这一块的一个中流砥柱的一个人物 安倍是日本二战之后,是日本历史上吧 就是当首相最长时间的一个人 就说明他在日本,他的这种受欢迎的程度 他当过两次首相,第一次是2005年,2006年的时候 但是一年呢,他就辞职了,身体原因 那一段时间呢,一直到后来他第二次 再次出了日本首相 那段时间日本呢,换过很多的首相 基本上每个首相呢,也都在为一年或者一年稍微多一点时间 为什么这些首相像走马登那样的话呢 就是他的政治有点动荡 他没有一个人能够出来挑得起这个首相这个重任 没有一个人能够摆平日本各方的势力 让日本呢,这个国家呢,走向一种 因为日本经济长期处于一种那种停滞不前的状态 很长时间啊,所以呢,那个僵局特别难打破 而安倍呢,就是打破这个僵局的人 安倍,应该是12年吧 12年,12年,他第二次出任首相之后就连续一直当 当了三届 所以一直到20年他辞职 辞职呢,也是属于身体原因 他的一个,咱们不在日本啊 我们就不好评价日本国内的政治了 但是至少我们在外面看到呢 安倍是把日本的经济呢 做得比较有起色了 已经,日本呢,已经开始 已经出现了那种 重新有那种生机的那种状态 因为日本本身他的社会各方面呢 社会的挑战也很大 他包括他的整体社会的高度的老龄化 还有他呢,他这种长期的停滞 造成年轻人机会减少 他的这个社会动力 发展动力 年轻人整个的精神面貌都比较 可以说是比较维靡不正 但是安倍呢,改变了这一切 所以安倍赢得了一个叫做 安倍经济学的一个美誉 就是说他对日本 正因为他的这种能力吧 就把日本这个好像陷入了一个 长期僵局的一个 一个现状给他打破了 同时呢,安倍在各个其他周边的国家呢 都受到好评 他不光是在日本受到很多的欢迎 他是属于那种 就是有点像 变成偶像级的这种人物了 口碑很好 他个人呢,无可挑剔 个人品质上无可挑剔 又是一个非常低调 非常朴实的一个人 他没有任何说是 长期,他本人出生就是很厉害的 他的家族里面 就是日本政坛上的一个很重要的家族 但是呢,你从他个人身上看不到那种 出于这种大家族的这种傲气 相反的简直就非常的普通 从个人角度来说 非常的亲民 他在国外呢 也几乎在每一个国家 周边的国家 都得到了非常高的评价 比如说安倍今天遇刺身亡 印度就宣布了 明天一天全国哀岛 然后你像第一时间 澳洲啊,美国 美国 川普发了一个 推特 就说安倍是他最真正的朋友 安倍和川普之间呢 可能他们都是偏右翼的 他们之间共同语言特别多 而且那个时候呢,安倍 也的确和川普之间有非常深的那种个人 关系 他也利用这种个人关系 把日本和美国的关系拉得特别近 当然了,拜登 还有什么美国的布林肯啊,等等 也都表达了这种 慰问 其实呢,安倍的这件事 虽然他已经不再是日本的首相了 但是他所得到的待遇呢 我觉得甚至就和一个 和他现在是日本首相 没有什么任何区别 你连那个 当然澳洲也第一时间 表示了慰问 然后连普京啊 普京 日本在俄罗斯入侵了乌克兰之后 对俄罗斯可一点都不客气 你不光是援助乌克兰 同时日本国内对收回北方四岛 国内也开始就是 这些舆论也上来了 因为他们看到俄罗斯 在乌克兰的表现 属于外强中干嘛 所以呢,日本人 很多那种民族主义比较强的日本人 他们 因为那四个岛 毕竟原来是他们的 肯定他们想要收回 这种舆论呢 原来在忌惮于俄罗斯的那种 强大的武力 日本从来不敢在这件事情上 备战了就备战了 他也没办法 但现在 今年啊 来日本国内就有这种呼声就出了 所以呢,尽管如此 普京 还是不敢冒天下之大不惠 他还自己 还写了一个 慰问殿过来 对安倍的夫人 安倍的母亲 表示慰问 就是说是 普京这种和 和日本可以说是 应该说是一种 树敌 这个潜在的敌人 他都能做出这种姿态 就表明安倍本人呢 在国际上的声誉是非常好 因为他在 东亚这块地方呢 他是属于一种核心的人物 因为他日本这个国家不再像以前那样 好像各内市内部势力就无法协调在一块 日本终于可以比较团结的做一个整体 发挥他的作用 他的发挥 他的这种凝聚力还是非常非常大的 所以呢 而且日本的目前当下这个 这个关键时刻 他做特别的特别的重要 首先 东亚的情况并不是很和平 最大的一种潜在的冲突的点 就是大陆 中国 中共有可能对台湾动 所以呢 而这个时候 日本就是台湾最大的盟友 可以说是 因为日本在边上 所以呢 中共在是不是想要动 或者说 把这个 学习一下俄罗斯 把这件事演化成一个 把这件事演化成一个 具体行动上 他不得不三思 不得不掂量掂量 而日本也放出了好多话来 就是说 他一定会参与 所以今天安倍遇刺 你看那个台北101的那个 那每一层上都打出了 这个 悼念安倍的标语 因为 台湾 对台湾的生死存亡 日本是 可以说是第一关键的国家 因为对于美国来说 他毕竟只有一个基地在里面 美国要援助过来 他需要一点时间 而日本就在边上 当然了 日本和台湾 现在已经变成了 从亡此寒的关系了 所以呢 安倍在 在这一点上 他是非常强硬的 他 所以呢 安倍的去世 安倍突然被刺这件事 真正是给日本的整个政坛 造成一个极大的不确定因素 同时呢 给整个东亚的和平 也造成了极大的不确定因素 因为你有没有能够 日本政坛上 有没有人能够取代 安倍的这种位置 能够是一个一户百应 能够真正团结各种派系 能够就是说 有如此的威望的一个人 目前我看还没有 所以真正得力的是中俄 因为一旦日本政坛不稳了 日本缺乏一个像安倍这样一个 有号召力的领袖人物 那日本在这种 可能发生的军事冲突当中 能不能做出那种坚决的 快速的统一的反应 这就成问题了 所以呢 安倍的被刺杀得力者 就是 第一就是中共 第二可能就是俄罗斯 因为前 也就是前一两个星期 中国还在军舰 还在日本海边上进行 算是有点想搞事 那种感觉 因为对他们来说 可能日本的存在和美国是一样的 所以对他们是个巨大的挑战 所以他们当然愿意看到 日本出现这种混乱的局面 所以安倍的这种突然这个 因为日本政治在最近 二三十年还是比较和平的 虽然在历史上 日本国内 特别是二代 二战期间 二战之前 日本敌敌去国内的政治呢 是比较血腥的 好几个首相当时被刺杀 因为当时日本是出于军国主义嘛 但现在日本已经不同了 日本已经改变了 日本相反 日本现在是东亚 甚至整个亚洲和全世界的一个 和平的主要力量之一 因为它就卡在中俄的咽喉上 你可以想象如果没有日本在那 中俄就联手了 但目前的中俄呢 非常不幸的 他们正在扮演一个反派的角色 首先俄罗斯已经发动了侵略了 这不需要说了 俄罗斯已经被 已经被定性成全球的这种 极端的这种独裁国家了 而且是个侵略国家 但正在遭受大部分 全世界大部分国家的制裁 当然中国也现在也要 越来越是有习近平的领导 中国也是才朝这个方向发展 因为习近平和普京 非常多的共同语言嘛 所以俄罗斯是侵略乌克兰 中国就盯着台湾 香港这边 所以日本正好卡在咽喉上 是非常非常重要 当然时过境迁 但中共在国内的宣传 就显然不会是这样 中共一直是根据自己的需要 日本一直是他 他在国内政治上 是日本是最好用的一个棋子 因为中国老百姓呢 长期被这个 中共的这种长期的教育 这种洗脑也好 愚民也好 他们为什么长期要给他们灌这种毒 比如仇视日本人的这种毒 毒药呢 是因为基本上每一个中国人 我在中国的时候也是这样 基本上每一个中国人 都已经被灌输的 他对日本有种本能的仇恨 的的确确二战的时候 日本前面有过中国 并且对中国 给中国造成了极大的灾难 这是不消说的 但是二战之后 日本也付出了他的代价 日本安了两颗原子弹 而且如果你中国觉得日本 有中国和日本的战争的过节 没有结束的话 你可以采取行动 你可以政府出面 或者明天出面 对日本今天索赔 但是当时在对日本 要索赔的这种时候 之后拿来中共本身就放弃了 中共当时想的是 把日本共产党发动起来 中国向日本输出革命 你看需要的时候 中共在宣传上 就会把日本宣传的 什么一一带水 就根本就不再提以前的 什么那些事 但根据需要 如果他需要的时候 他需要把煽动老百姓 民族情绪的时候 他就会把日本抬出来 又把过去日本二战当中 对中国犯下最近再重新搞一遍 那中国人就看不到日本 他已经脱胎换骨 他已经不再是原来那个国家 他已经做了非常多的 他自己的 你说反省也好 相反你说现在日本 他二战之后 他清理过哪个国家 他和谁打过 而现在有些国家 还真正的指望着日本 来维护他的和平 比如说台湾 因为和大陆在面对的时候 有理可讲 习近平为了实现自己的 中国的复兴梦 他完全有可能 如果旁边没有这些日本 这些国家在保护着 那中共可能明天就会出兵 所以对台湾人来说 那谁是他们真正的 可以说是合作伙伴 谁是能够真正给他们 带来和平的力量 他绝对 他绝对是日本带有特殊感情 这是不需要说的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 因为安倍这个人 他本身 整体的形象也好 他的作用也好 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 在全球有非常好的口碑 所以全球对于安倍的背刺 本身它是一个恐怖活动 都表明了这种哀悼 但是在中国 第一时间 中国那个自媒体上 泛滥着各种庆祝 这不少说我觉得特别 这不出所料 不出所料 中国的这些很多人 他已经脑袋已经被毒化了 他们为什么对日本如此的仇恨 为什么会对安倍的这次遇事 好像简直在这拍手相庆 在庆祝 还有人今天晚上去聚餐 就是因为长期的中共的这种宣传 中共从来在国内 从来都是带有一种 搞的是仇恨主义 他不惜 不惜把这些人的思想 以后这些人就算是到日本去留学 或者走出来之后 他与世界都是格格不入的 其实某种程度上 这些人就是他们的冲轰队 就是他们的红卫兵 就是他们的义和团 就是他们的拿粹 这些人在网上就开始庆祝了 当然这种庆祝也被翻译成英文 传向世界各地 全球都看到了 中共国如此变态的一个群体反应 首先你们自己看看 当然中共做另外一个原因就是 它平时政府 政府这个政党 它需要 它会 它不断的都在 在展 在压榨 在剥削 在怎么虐待 中国的普通人 但是它如果不给他们输个外敌人 它不给他们天天灌输外面的那些人 你看曾经杀过你们家的多坏多坏 它如果不就这样灌输的话 这些人在受痛苦的时候 他就会 就会开始忌恨你共产党本身 但是 现在经济状况也不好 现在中国陷入了这么严重的经济问题的时候 他就没少着干 什么抗日神剧那些东西 他就没少着干 他就不断地 继续地在让这些平民百姓增加仇恨 所以这些平民百姓 他也是发自内心的 他们一长期被宣传 你看了新闻联播里面 有几条是对日本说的好话的 有几条 你从这个中立的客观的角度 来报道一下安倍 安倍早就被中国妖魔化成一个右翼 什么军国主义 这样一个人 中共从来不会以一种中立客观的角度 去报道别人 那自然而然天天看他们新闻的 看他们舆论被他们洗脑的 这个平民百姓 很多人就会出自 只要没有任何一点 自我思考能力的人 他们就会出自内心的 为安倍被次告诉清楚 当然了他们又再一次在全球 那任何一个稍微有点人性的人 看他们的这种表现 绝对都是会带来深深的厌恶 那中国就再一次走到了全世界的对立面 连普京都没这么啥 当然了像赵立坚之流 他还是公开的表示什么慰问 他也出来说 但是多么的虚伪 正是赵立坚那种天天在外交部发言人 那种战狼的状态 或者泼妇的状态 或者一种非常流氓地痞的口吻 在这些都是作为中国人看的 跟国外的打架的 他们就是流氓地痞 他就以身作折 所以中国人也变成流氓地痞 也变成没有人性 这些人全部变成军国主义者 他们才是 现在历史就整个到了个个 他们才是真正的军国主义者 而日本变成了和平的力量 好 今天我就先聊到这 咱们下回再说 拜拜 自己人们下注军 再来的 sammateil 那么多个下注军 再来的杂湖 凉乱 呢 你